說明 那關於這個 問題 他討論的是 見名人假跟出名人已就特定不動產 他成立了見名登記的關係 那 以沒有經過假的同意呢 就把該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給第三人並 他的處犯行為效力如何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主題 7的地方我們就有曾經提到過 那各位可以再翻回去 去參照一下我們在那邊的說明 我那邊有一個改編 九九台上11一次判決的 題目 還有我針對見名登記所寫的幾個層次的分析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決議呢 這個決議底下大致上要討論就是這個問題 假以之間他有一個不動產A 那他跟以去成立了一個見名登記的關係 把這個A不動產呢就登記在 以的名義底下 那麼以呢違反了這個見名登記 的約定他沒有在假的同意之下就直接去把 標的物移轉給第三人 某柄 那這個處分行為的效力如何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裡 就要法院討論的三種說法 第一個 有權處分 而這也是最後決議所採取的見解 他認為說 如果 A不動產在外觀上面就是登記為某以所有的話 那麼 我就必須要把他當成是 他就是真正權利人 所以他做的處分當然就會是一個 有權處分 這可以看到假說的地方 他說 雖然你們之間有見名登記契約 但是見名登記這個關係 只是你 跟 見名人 你們兩個之間的一個內部關係 就對外而言呢 你就是表彰為真正權利人 所以你所做的處分必須要被當成是有權處分來看待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最高法院的決議看到 他 很明確就去區分這是一個你們的內部關係 那這邊是 外部的關係 有權處分的見解 再來 無權處分的見解呢 是過去最高法院曾經出現過的見解 其實就是98年台上76判決的時候他所採取的見解 那 無權處分所有見解他認為說 在 以 沒有得到假同意情況底下 就會處分這個不動產的時候他應該是一個 無權處分 那 當他是無權處分當然就會回歸到民法上面對於 無權處分的原則性的規範 也就是 我們去看一下某柄到底是不是會受到善意受讓制度 他比方說759之1 第二項那個信賴不動產登記 以為他是真正權利人 如果受到這樣的保護的話 好那他可以依照759之1的信賴登記制度去取得 標的物的所有權 那如果呢 沒有善意的情況 他是惡意的 那他就會 無法取得 他就是還是回歸到無權處分 所以這邊是 無權處分的這個 看法 那就看到 有沒有759之1 二項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是走回118 那再來第3個看法是 原則上認定為是有權處分 另外在相對人是惡意的時候是無權處分 這是討論 見解裡面所提到的 已說 他認為說 既然出名人在名義上是財產的所有人 那 法律行為的相對人呢 是依照這個名義從形式上去認定 所以出名人就該登記為自己名義的財產為處分的話 縱使他的處分違反了見明登記的約定 除了相對人是惡意之外 喪難認識無權處分 所以 原則是有權 相對人惡意的時候認為是無權 那當然 這一說看起來很怪啊 為什麼有權無權處分的認定會 細諸於相對人到底是惡意 這說非常非常的奇怪 那過去最好保險的見解是這一說 還有在103台上151 派遞底下就已經採取了這一說 那我之前在那個 講義 提到見明登記的時候 我曾經提到過 雖然過去最高法院的見解採的是無權處分說 然後後續用 不動產 善意信賴制度去處理 關於相對人保護的問題 可是從最高法院現在 後續的非常多見解看起來 他似乎有意的要慢慢走向 有權處分說這個見解 他認定說 在見明登記契約關係底下 事實上 出名人跟見明人之間 真的有存在一個所有權移轉的意思 因此呢 在 這種情況底下 他應該就是真正的所有權 他去做的這個移轉行為 就是一個有權處分 那這個106年第3次民進會議決議也 確實就符合這樣子的觀察 他已經很明確的要去統一見解說 在見明登記關係底下 出名人如果違反見明登記的約定去處分 見明登記他名下不動產的時候 他就被應該當成是一個 有權處分來看待 好 當然最好法院的這個見解 有他合理的地方 你從他的合理之處來看就是 如果你從公式性來看的話 的確已在公式外觀上面 就是登記為是所有權人 所以如果我要確保這個公式的話 這樣子才有權處分說的確是很好的 而且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 當我採有權處分的情況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既然他這一個有權處分 那麼某甲其實就應該會 自行要去承擔這個見明登記之後 他的出名人 去處分掉的這個風險 因為畢竟見明登記契約事實上是一種 很奇妙的狀態 為什麼你自己的財產 你不要登記在自己名下 你要登記在別人的名下 才有權處分說他其實是可以從政策的觀點上面有效的去抑制 這個見明登記契約在社會上面的出現 因為我就把你當有權處分了 所以你自己想想清楚 如果你被當有權處分的話 到時候你那個出名人把你處分掉了 其實你什麼都沒得該 你就只好回去去跟 你的 出名人 依照你們的內部關係去主張 所以這是才有權處分說底下的好處 我們從公式觀點來看 然後呢 從把風險的內部話來看 OK 可是我還是 覺得這個有權處分說有點 有點 奇妙啦 假設你真的可以在 借名登記契約上去認定 他們兩個彼此之間 確實有要移轉 不動產物權的意思的話 那有權處分我沒有意見 因為後續的確就是真的 他有取的權利嘛 所以他做的當然是有權處分 可是假設 今天 法院所想的只是 公式制度 然後善意惡意證明不義 還有 關於 以 違約去處分這個標的物的風險 應該由誰承擔 的話 如果問題是這幾個 那我會覺得原本的民法規範 其實就已經足以去處理這個問題了 原本的民法規範我舉個例子 你看 假設今天假以之間是一個 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好了 我用橘色的表示他 假如他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你同樣會取得這個不動產的登記名義 那當他去做處分的時候 如果丙是惡意的我們會發現丙其實沒辦法取得標的物所權 第一他沒有辦法主張759之一第二項 第二他也沒有辦法主張87條一項的彈數因為他是惡意 在這個例子底下 有沒有公式其實同樣有公式 那這個公式的外觀出現是不是假創造出來的 其實也是假創造出來的 可是因為丙是惡意的 所以我們就不去保護他 很顯然在 Tomo學一直表示這個例子底下 我們認為 以呢 違約 以去處分掉這個 標的物的風險 我們並沒有把它 一概的內部化由假去承擔 那為什麼在借名登記契約底下我們要把它 一概的內部化由假去承擔因為你才有權處分所有見解事實上就是 把 以的違約處分風險全部都有假承擔嘛 不管丙是惡意或三意他都會取得啊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那 是不是導致明明我們承認 建民登記契約關係的存在 我們承認這契約的有效性 可是 到後來 假這個建民人他所獲得的保護反而不及 假設他們兩個加以之間是同謀虛偉意識表示的情況 那到時候是不是假其實在訴訟上我們就主張說沒有沒有我們那是同謀虛偉意識表示 這樣就好 因為假如是同謀虛偉意識表示的話 法院反過頭來還是要去認定說好那你到底是戰役還是惡意的 如果你是惡意的不好意思你不能受保護你沒有辦法主張七五九之一 第二項你也沒有辦法主張八七到一項彈書 OK 那這是 這一份另外補充有講義的部分 但當然 既然法院做出了這樣子的決議了 各位在寫作上面我會 建議你就 在 結論上面或者是在你原本所採取的見解上你應該用 106第3次明信會議決議的看法去寫 用這個看法去寫最簡單 非常非常簡單 因為他就會變成是 有權處分我不管你三一還二一 他總是會取得 你就回過頭去跟他主張就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你沒辦法出來 跳出來說不好意思你沒取得所有權 沒辦法因為這就是一個有權處分 無論秉惡意或三一他都會取得標的入所有權 那假針對你的損失你就回過頭來對於主張就只有這樣 OK 所以我才會在這個講義上面說 其實 法院這個說法也是有他的優點存在啦 他 簡單 俐落 非常非常的簡單 OK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抵押權的部分 請看到講義第一頁的地方 首先是抵押權的取得 抵押權取得的方式當然有很多種 一種是依法律行為取得 是最常見的一個情況 當你去依法律行為取得